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這次節目為何會出來呢 其實就要回應一點點 今天在大巴台我出了兩節的片段 就是關於夏蘭特來曼聯 曼聯的鑽匯團隊應該在做一些事去做一個準備 希望有一個更大的機會可以吸引到 Erling Haaland 的來臨 但是很多朋友第一時間對號入座就說 他老爸和曼聯是水火不相容的 究竟是不可能來的 很多的球迷 或者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看法 但是我想當時來說大家都以為是這樣的 但是我也想大家認知多少少這件事的 第一 前因後果 第二 之後 無論是夏蘭特或者Roy Keen 幫他寫自傳那位作家 都有出來說過話 其實中間有些變化 有些微妙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這個深刻印象 如果說夏蘭特老爸的腳被Roy Keen收山腳的話 請大家留意一下以下的資訊 當然以下的資訊就沒有說100%對 你聽完之後都仍然可以覺得 不是的 他們說謊而已 這樣 但是這個就是希望大家聽了資訊之後 才作出一個判斷 因為這個資訊和大家記得的想法 是未必完全一樣的 OK 現在我和大家讀出一個AS報章的報道 寫於2021年4月6日 夏蘭特的爸爸我叫做大夏蘭特 好嗎 Earlene Haaland我叫做小夏蘭特 大夏蘭特十年的職業生涯裏面 就在英超那裡踢的 他有踢其他聯賽 但是主要的職業生涯那十年 就是在英超那裡踢的 也是因為一個膝頭哥的受傷 令到他在曼城那裡退役的 大家都很記得 大夏蘭特就是在2011年 Roy Keen的一個攔截的時候受傷 之後現在他的兒子小夏蘭特就冒起頭來 他成為一個射手 他自己的大夏蘭特 就是一個防守球員 一個中場和防守的球員 他1993年在他自己 挪威的一個球會 Brian 就踢起了 然後他就是 地標戰在里斯特城 然後他去了 森林隊踢了75場 入了7球球 之後就轉了會去列斯聯 踢了74場入了8球球 最後在英超來說 他就去了曼城 要提提一下 列斯聯的時候 還是有份去到這個 UEVA Cup 即是歐... 現在就叫歐百杯 但那時候叫做... 我也忘了叫什麼杯 即是現在的歐百杯 等於去到那個... 四強賽事 所以他真的踢得不錯 之後呢 以250萬磅的轉會費 就轉了他去曼城 他在曼城都踢得相當不錯 34場的英超比賽裡面 他就正選了33場 但直到2011年的4月4日 在第34場的正選上陣的時候 對著曼聯 那... Roy Keane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就是那個攔截 大家留意 那個攔截是踢到他的右邊膝蓋 記住是右邊膝蓋 那... Roy Keane也因為這個攔截 Street Red 直紅 和三場的停賽 罰了5000磅 那... 那... 之後呢... 他一個自傳呢 說的時候呢 就說呢 其實呢 他呢... 已經呢... 一直都跟... 大夏蘭特 是職怨的 就是... 當時來說呢 兩場比賽都還在列斯聯的時候 萬聯對列斯聯的時候發生的 那... 那... 大夏蘭特呢 當時來說呢 就是跟Roy Keane有個碰撞 Roy Keane呢 當時來說呢 就是要擔架藏台出的 那... 其實當時來說呢 就是... 1997年的時候呢 Roy Keane的十字印帶呢 都是因為這個和夏蘭特的碰撞呢 而... 受傷了 他也是呢 沒有踢比賽一年那麼多的 好了 那... 那... 之後呢 一路呢... 大家就以為了 Roy Keane就是... 令到夏蘭特收山啦 那... 但是呢 AS告訴大家 大家認清楚這個事實了 夏蘭特的左邊 左邊的膝蓋呢 其實呢 是一路都是纏繞著他的了 那... 那... ロイ Keane呢 那... 那個呢 是右邊的膝蓋 所以要分回左右了 那... 那... 那場呢 終於打過了 那樣點 那麼... 那... 那一場呢 其實... 大夏蘭特呢 還可以對著韋斯咸的時候 正選上陣的 大家記得這一點了 那... 那兩場呢 那兩場就沒有正選上陣了 那之後呢 就沒有再為曼城比賽 記住 受傷完之後還有一場正選比賽 之後的暑假 他就是左邊膝蓋接受手術 之後的賽季只能夠後備上陣 看來他就拿不回自己之前的狀態 每天郵報 訪問他的時候 大夏蘭特當時就這樣說 膝蓋仍然很痛 這個我都沒試過不痛 一直都保持痛 我也要接受 這個攔截是不是收了我生呢 他就說 我從來之後沒有試過完成一場比賽 有沒有呀 看來可能是一個 剛巧得那麼巧 你猜呢 其實他沒有認真去回答這個問題 他只是說 那個Tackle 即是Royke踢完之後 我就沒有踢過正選比賽 沒有試過完成90分鐘的比賽 是不是這麼巧呢 你猜一下吧 但是搞清楚 他本身做手術是左邊膝蓋 Royke踢他右邊膝蓋 都還沒完的 各位朋友 然後呢 在2014年 過了很多年之後 他接受BBC 5Live 即是電台的訪問的時候 夏蘭特就確認了一件事 大夏蘭特自己說的 不是佔他 他說 我呢 就沒有怪Royke踢我的 尤其是在任何的比賽 或者那場特別的比賽呢 我就沒有怪Royke踢我的 我最 覺得奇怪 還有呢 我最擔心的是他講的話 在他的自傳那裏呢 他就說他要 叫什麼 要報復 我就覺得呢 報復這件事呢 就不是 足球的一部分來的 重點來這裏了 連AS那份報章的報導 都是highlight了的 就是什麼 我沒有怪他 I don't blame him I never actually said He finished my career 這個是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 他修我山的 It was my last full game in England So maybe we had something H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只不過這麼巧呢 那場踢傷我那場呢 就是我最後 一整場完成了的英超比賽 可能 也有些關係 可能他也有些關係 但是 他自己說 I don't blame him I never actually said He finished my career 我沒有怪過他 我從來都沒有說 他修我山 這個正正就是夏蘭特 大夏蘭特 在2014年 接受BBC訪問自己說的話 當然 你仍然可以說 他講大話而已 那麼多年 可能就有些原因 他覺得 諸如此類 你可以這樣想的 但事實上 他在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他真的這麼說 另外 剛才夏蘭特就說 我反而最擔心 為什麼他說報復 我亦找到另外一個 報章 就叫做Balas 的一個媒體 他引述了 The Athletic的一個訪問 他就說Dunfey 是一個記者 這個記者是做什麼的呢 正正就是 戴夏蘭特說 Roy Keen那本自傳 就說我等了幾年 我要復仇 那本自傳的作者 Dunfey就這樣說 他說 這個是Ghost Autobiography 即是什麼呢 即是一個 不是那個人自己寫 雖然這個是Roy Keen的自傳 但不是Roy Keen寫的 是一個 我找回一些資訊 或者引用那個球員說的 那些人說的東西 而做的一個自傳 然後他說 So I put in the codes and attribute them to Roy and that caused him dearly 他說 所以我引述了一些 Roy Keen的東西 就說的是他所說的 這件事就令到他很嚴重 因為當時來說 大家就覺得是他覺得要復仇 所以他也被罰款 有罰停賽 他就說 I was sorry I got Roy into trouble and that he faced a charge from Fa and got punished quite severely 即是說 我很對不起 Roy 令到他 去一個煩惱 有麻煩 他就要被 Fa 即是捉總 控告他 以及要罰他 OK 但是 大家有意 Keen 遲些 在第二本自傳的時候 就被問及 他是不是真的去做這個復仇的 這個就是Roy Keen自己說的 他說 我 跟夏蘭特 對戰過三四次 當他在列斯聯的時候 在1997年 當我 那個 ACL 即是十字印帶受傷的時候 然後 之後 在2011年的比賽 我又攔志了他 當他當時 是踢萬城的時候 他 就沒有exactly說過是不是復仇的 所以 究竟 Roy Keen心裏面是不是復仇的 就真的要問回Roy Keen自己 不過 那個 第一本自傳的載者Dunfrey 的確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Roy Keen 被罰了 他是說了 對不起 Sorry 所以 我就不是想跟大家說 這件事一定是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 只是想跟大家說 大家很簡單地以為 因為Roy Keen 收了 一個收山腳 收了大夏蘭特的山 而小夏蘭特就一定不會來曼亂呢 我想搞清楚 幾個事實 第一 以上 大夏蘭特自己說的已經說了 是我沒有怪Roy Keen 他的腳也不是收我山的 是大夏蘭特自己說的 第二 究竟他那個報復那件事Roy Keen是怎樣想的呢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未知數 你可以覺得他真是報復 或者不是報復 但是Roy Keen也已經受到 相關的懲罰 第三 搞清楚 Ted 大夏蘭特那個 是Roy Keen 他是一個曼聯的球員 他是不是完全代表曼聯呢 這個就可圈可點了 就是說 就算 大夏蘭特 很不喜歡曼聯 對不起 對這件事僅僅於懷 究竟他生氣的是Roy Keen多些 還是生氣曼聯多些呢 這個也是有斟酌的餘地 再加上最後一點 Roy Keen和曼聯的關係是怎樣 不用我說 各位曼聯球迷都知道 所以 我在這裡想補充 大家有些朋友可能未必清楚 一些後續發生的事 可能有一點點先入為主 但當然了 你聽完之後 你仍然都可以堅持 你想的東西 這個是沒有問題 不過 純粹跟大家 分享多一點 之後的資訊 就是這樣 OK 這次來的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 拜拜